取名为仇,晋文侯,吉姓,明仇,晋木侯之子,母亲江氏是齐国宗氏之女,晋木侯四年公元前808年,晋木侯迎娶江氏为夫人,晋木侯七年公元前805年,当时江氏怀有身孕,晋木侯接到周宣王的命令,让他率军随王讨伐条荣,没想到进军却惨败而归,晋木侯甚以此战为耻,侍逢此时江氏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儿子,晋木侯便为儿子取名为仇,并立其为太子, 以示不忘调容之时,夺回军位,晋文侯公元前805年,公元前746年,娶我还叔之兄,西周末年至春秋初年,晋国第十一任国君,公元前780年公元前746年在位,晋木侯27年公元前785年,晋木侯去世,按理治,晋木侯去世后,本应由太子筹起位,没想到晋木侯的弟弟商书篡位当上国君,史称晋商书,太子筹只好逃到其他诸侯国去避难, 晋文侯应当逝去他的外祖父家齐国,晋商书四年公元前781年,在齐国的帮助下, 姬仇暗中取得以前父亲晋木侯留下的旧部的支持,在他们的侧影下, 姬仇带着自己的亲信,杀回晋国都城将,率领部仲袭击晋商书,夺取军位,誓为晋文侯, 文侯亲忙,当时西周王朝处在动荡不安之中,荒淫无道的周幽王废掉太子姬旧,而改立包子之次姬伯复为太子, 姬仇逃到申国,投奔外祖父申国国君申侯, 晋文侯十年公元前771年,申侯林和犬荣等攻下西周都城浩金金陕西西安, 杀死周幽王和姬伯复,随后,诸侯们用力姬仇为王,视为周平王, 而此时周幽王的余党国师父,又用力周幽王的另一个儿子姬余臣, 一说是周幽王的兄弟,史称周邪王。周平王和周邪王各自称王, 周朝出现二王病例的情形,经过几次战乱的浩金, 早已残破不堪,周王室已无法在关中立都, 于是周平王就决定把都城迁到洛邑金河南洛阳, 但此时王室力量实在太不弱,已经无法独次完成迁都之躯, 在这紧要关头,晋文侯会同郑武功,秦湘公合力齐王, 共同互为周平王完成东迁。 晋文侯21年公元前760年,晋文侯杀死周邪王, 结束周王室长达十年的二王病例局面, 稳定东周初年的局势,始称文侯齐王。 辅佐天子,晋文侯像周初的周公诞一样, 大展匡扶周时之雄风,成为赛造周朝的功臣。 周平王为嘉奖晋文侯之功,做文侯之命一文, 并赐晋文侯俱伤一友,同宫一张,同室一百, 卢宫一张,卢室一百。 马斯匹,赞扬晋文侯是促成他安于王位的人, 勉励晋文侯能像周文王,周五王时的贤侦们一样尽心辅佐王室, 继承列祖列宗的美德,治理好自己的国家。 在晋国史上能获得周王如此封赏的只有三人, 其是唐书于,其二是晋文侯,其三是晋文侯。 因此国语有评价说,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, 是晋文侯决定周平王的命运, 他也因此获得辅佐天子,代王征伐的大权。 后来,晋文侯在焚水流域扩张晋国疆土, 并得到周平王的承认。 晋文侯35年公元前746年, 晋文侯去世, 葬于今山西省曲卧县北赵村南的晋侯墓地。 晋文侯死后, 其次伯纪尾, 侍卫尸位晋昭侯。 晋昭侯, 姬姓, 明博, 是晋文侯之子。 晋文侯35年公元前746年, 晋文侯去世, 伯纪任晋国国军之位, 侍卫晋昭侯。 晋昭侯元年公元前745年, 晋昭侯将叔父城市风雨驱卧金山西省曲卧县, 施称驱我还书, 以晋静侯的孙子鸾斌辅索驱我还书。 当时驱我比晋国的都城一城还大, 违背周理规定的等级制度。 晋国大夫师父劝劲晋昭昭侯说, 建立国家应该让军亡的力量, 地盘大于尘下, 这样才能巩固地位和统治, 本末道志是不能稳定的, 驱我日后必为祸害, 但晋昭侯并没有听取他的意见, 从此埋下晋国近七十年内乱的祸根。 驱我还书受封驱我时, 已经58岁, 相比刚即位的晋昭侯, 曾参与齐兄晋门侯重夺政权的驱我还书, 显然政治斗争经验更丰富。 驱我还书有德行和才能, 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很高, 所以多许有知之士纷纷投奔他。 驱我靠着非常优越的地理条件, 再加上驱我还书的苦心经营, 很快就成为晋国第二个政治, 经济,文化中心, 实力和影响已经超过当时的晋兜议程。 随着封地不断壮大, 驱我还书的欲望也越来越大, 他萌生窜头侄子晋昭侯政权的念头。 面对驱我势力的扩张, 晋昭侯并没有采取措施制止。 晋昭侯七年公元前739年, 晋国大臣攀附施杀晋昭侯, 盈利驱我还书。 驱我还书正想进入议程夺权之际, 当时晋国国军的支持者势力还很大, 于是发兵攻打驱我还书, 驱我还书兵败, 只好退回驱我。 晋国人力晋昭侯的儿子平为国君, 是为晋孝侯并且诛杀叛党攀附。 至此, 义成与驱我的对立完全公开化, 晋国实际上已是两个政权并力。 晋武功, 史丰驱我, 晋武功的祖父名叫成师, 是晋武侯的小儿子, 晋文侯的弟弟。 晋昭侯元年前745年, 晋文侯之子晋昭侯, 将叔父成师封于驱我金山西省驱我县, 成为驱我还书。 晋孝侯八年前732年, 驱我还书去世, 驱我还书的儿子。 晋武功的父亲善继任七位, 成为驱我庄博。 晋埃侯二年前716年, 驱我庄博去世, 晋武功继位, 成为驱我武功。 扶杀哀侯, 晋埃侯八年前710年, 晋埃侯侵占行庭的田土, 行庭南部边境的人联合驱我武功, 攻打晋国都城一城。 1995年前709年春天, 驱我武功进攻一城, 军队驻扎在行庭。 驱我武功的叔叔韩曼, 负责给驱我武功驾车, 梁红作为车诱, 于是晋军大败, 驱我武功乘胜追击, 在焚水边的滴拉地追赶晋埃侯, 由于他马古代驾在车前两次的马被绊住, 才停下来。 当天夜里, 扶过晋埃侯和轮路书, 晋国人于是历见埃侯的小儿子为国君, 是位晋小子侯。 晋小子侯元年鲁桓宫四年, 前708年, 驱我武功派韩曼杀害晋埃侯, 驱我由此掌握主动权, 在晋国影响力已经大大加强, 晋军的号令已经没有什么效力。 灭亡一城, 公元前705年, 周桓王派国仲讨伐驱我武功, 驱我武功抵挡不住, 退回驱我, 于是晋国人历尽埃侯的弟弟名为国君, 是位晋侯民, 晋侯民元年前704年春天, 驱我武功灭亡一城, 非常明显的是, 伴随着晋国都城一城的丢失, 原先的晋国宗室, 自然失去了立足之地, 对于晋国的内乱, 不仅引起了周天子的反对, 也给周边诸侯国进攻晋国提供了口诗, 晋侯民二年前703年秋天, 国国、瑞国、梁国、 巡国、甲国共同出兵攻打驱我武功, 当然, 因为实力上的差距, 这一次诸侯邻军并没能将驱我武功怎么样, 算为去世, 晋侯民28年前678年, 驱我武功攻打并杀死晋侯民, 完全兼并晋国土地, 驱我武功用所有的珍宝七五贿赂周西王, 于是, 周西王命驱我武功为晋国国军, 列为诸侯, 驱我武功受封为诸侯时, 已经在驱我其位37年, 于是改称为晋武功, 晋武功开始先往晋国都城一城居住, 纪念仍沿用驱我武功纪念, 以该年为晋武功38年, 晋武功39年前677年, 晋武功去世, 其子鬼朱继位, 室备晋宫, 晋武功继位后, 一举消灭苟延残喘的晋士, 最终以驱我旁之戴宗的方式, 结束长达数十年的内乱, 统一晋国, 晋武功实行负民强兵政策, 发展晋国的经济与军事, 扩大疆域, 晋武功在位时期, 还曾派兵消灭群国, 以齐帝赐封给代夫元安, 取悟武功受封为诸侯时, 取悟代义, 小宗灭掉大宗, 这是对周代分封制度的巨大讽刺, 更令周里无法接受的是周王氏接受了, 是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开幕式, 不过,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, 取悟代义实际上是有利于晋国的结果, 早进武功之前, 取悟和晋国宗室的较量, 已经持续数67年, 这导致晋国长期陷入内乱之中, 自然无法和齐国, 秦国, 楚国等大国争霸中远, 晋国与曲我之间的这场内乱, 小宗还装之俗, 即曲我还书, 曲我装博, 曲我武功三代, 打败大宗晋昭侯, 晋孝侯, 晋侯, 晋哀侯, 晋小四侯, 晋侯明六代, 取代晋文侯一脉, 夺得晋国正统地位, 晋献宫, 即位建都, 是鸡鬼朱继尾, 侍卫晋献宫, 公元前672年晋献宫五年, 晋献宫攻打黎蓉, 得到了黎姬和他妹妹, 晋献宫对他们姐妹二人十分宠爱, 公元前669年晋献宫八年, 晋国代父侍卫对晋献宫说, 原晋国的公子们人数很多, 不诛杀他们, 将会发生祸乱, 于是晋献宫派人把原晋国诛公子们全部诛杀, 而建都城, 命名为将, 开始以将为都城, 公元前668年晋献宫九年, 晋国有些公子已经逃亡到国国, 国国因此再次进宫晋国, 没有取胜, 公元前667年晋献宫十年, 晋献宫想反攻国国, 侍卫劝说晋献宫等国国发生内乱在攻打, 疏远三次, 公元前666年晋献宫十一年, 离姬受到宠爱, 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, 贿赂南宠梁武和东关毕武, 让他们对晋献宫说, 娶我是君王的宗义, 普帝和二须是君王的边疆, 不可以没有强大的地方官, 宗义缺乏有力的主管, 百姓就不会畏惧, 边疆没有有力的主管, 就会勾引荣敌侵犯的念头, 荣敌有侵犯的念头, 百姓就会轻视正面, 这是国家的祸患, 如果让太子主管屈我, 又让众儿, 一无主管普帝和二须, 就可以使百姓畏惧, 荣敌害怕, 而且可以表彰君王的功绩, 又让这两个人一起对晋献宫说, 敌人广莫的土地, 如果归属晋国, 可以在那里开疆辟土, 晋国开疆辟土, 不也恰当吧, 晋献宫很高兴, 夏季, 让太子住在屈我, 崇尔住在僕地, 一无住在屈地, 别的公子也都住在边境上, 只有黎姬和他妹妹的儿子在降程, 伐媚三国, 公元前661年晋献宫16年, 晋献宫扩充军队为二军, 晋献宫统帅上军, 太子深声统帅下军, 赵素驾驭兵车, 毕万担任护人, 相戒灭了祸国, 魏国和耿国, 凯旋后, 给太子深声在屈我驻城, 把耿哥赐给赵素, 把魏帝赐给毕万, 并封他们为大夫, 侍卫说, 太子您不能立委国君了, 封给您先军的都城, 封给您亲的爵位, 预先把您推到人臣的最高地位, 又怎能继位, 不如逃走, 免得大祸临头, 效仿吴太伯的做法, 不是很好吗? 这样还能博得谦让的美名, 太子深声没有听从, 深声自杀, 公元前660年进献宫17年, 进献宫派太子深声讨伐东山, 李克向进献宫进谦说, 太子是奉献祭祀宗庙设计祭品, 早晚问候服侍群王饮食的人, 所以叫种子, 国君出行太子就应留守, 有人代为留守就应随从, 随从叫辅军, 留守叫坚国, 这是古智, 至于律师出征, 需有专门军事才能的人方能胜任, 发号施令, 是国君与正卿的职责, 都不是太子分内的事, 军队在于服从将军的命令, 如果太子一秉从军命, 就失去了统帅的威严, 如果独自把持军领, 又对君王不孝, 所以国君的继承人不能统帅军队, 太子统帅军队将失去他分内的事, 又没有威信怎么行了? 进献宫说, 我有好几个儿子, 还不知将力谁为太子呢? 李克无话而退, 去见太子深声, 太子深声说, 我将被废掉吗? 李克说, 太子努力吧, 君王命令你统帅下军, 只怕不能胜任其职, 为什么会废掉你呢? 再说您只怕不孝, 不要怕不得即位, 严格要求自己又不责怪别人, 就能免于危难, 于是太子深声掌领军队, 进献宫让他穿上左右各异的偏衣, 佩戴上金绝, 李克推说有病, 没有跟随太子深声, 太子深声欲逝去讨伐东山, 进献宫私下对李姬说, 我想废了太子, 让西齐做太子, 李希哭着说, 太子被礼, 诸侯都已知道, 而且他数次领兵, 百姓都拥护他, 怎么能因我这贱人的原因, 而废掉底子去礼数次, 你一定要那样, 我就去自杀, 李希是表面洋装称谕太子, 安迪里却叫人诽谤太子, 想立自己的儿子, 公元前656年进献宫21年, 李希对太子深声说, 进献宫曾梦见他的母亲其将, 让他速去取我祭祀一番, 回来后把祭祀用的座肉献给进献宫, 太子深声欲逝到取我祭祀他母亲其将, 并将座肉献给进献宫, 恰好当时进献宫外出打猎去了, 于是将座肉放在宫中, 李希暗中派人在座肉中放毒药, 过了两天, 进献宫打猎回来, 厨师将座肉奉给进献宫, 进献宫要吃座肉, 李希从旁边阻止进献宫, 说座肉来自远方, 应是是他, 便把座肉给狗吃, 狗死了, 给宫中撕一场, 撕一死了, 李希哭着说, 太子为何这般残忍呀, 连他父亲都想杀去接替他, 更何况其他人呢, 再说父亲老了, 是早晚要死的人, 竟迫不及待而想谋害他, 又对进献宫说, 太子这样做, 不过是因为我和希希的缘故, 我希望让我母子俩躲到别国去, 或者早点自杀, 不要白白让母子俩被太子糟蹋, 早些您想废他, 我还反对您, 到如今, 我才知道在这件事上是大错特错, 太子神声听说这消息, 逃奔到新城区卧, 进献宫大怒, 就杀了太子神神的老式度元款, 有人对太子神声说, 放毒药的是离机, 太子为何不去把话说明, 太子神声说, 我父亲老了, 没有离机, 就睡眠不安, 饮食不干, 即使向他解释清楚, 又引起他对离机发怒, 这不行, 又有人对太子神声说, 宁可逃奔到其他国家去, 太子神声说, 带着杀父的恶名逃奔, 谁会接纳我, 我自杀算了, 12月14日, 太子神声在新城娶我自杀, 讨伐二子, 太子神声死后, 从而移吾到朝中去, 有人对离机说, 这两位公子都怨恨你尽谗言害死太子, 离机害怕, 又向禁献公诽谤两位公子说, 身声在坐肉中放毒, 两位公子都知道此事, 两位公子听到这消息, 害怕, 崇尔逃到仆役, 遗物逃到区役, 依序区役, 亲自守备, 公元前655年禁献公22年, 禁献公脑目两个儿子不思而别, 认为他们有谋反的意思, 就派兵讨伐仆役, 仆役一个叫伯迪的宦官逼崇尔赶快自杀, 崇尔翻墙逃走, 伯迪追赶, 只斩下崇尔的衣袖, 崇尔出奔到敌国, 禁献公又派人到区域讨伐仪武, 驱城防守严密, 没能攻下, 公元前654年禁献公23年, 禁献公调遣贾华等人讨伐区域, 区域百姓逃散, 仪武准备逃往敌国, 继日说, 不行, 崇尔已在那里了, 您再逃去, 晋国必定转移军队来正逃敌, 敌人怕了晋国, 你们就有祸了, 不如逃往梁国, 梁国靠近秦国, 秦国强大等禁军去世后, 您就可救秦国送您回国, 于是逃往梁国, 公元前652年禁献公25年, 禁军攻打敌国, 敌国因崇尔的缘故, 也在涅桑禁公禁国, 禁国撤兵退去, 当时的禁国很强大, 西面拥有河西地区, 跟秦国既让, 被面临近敌国, 东面到达河内地区, 童年离籍的妹妹为晋献公生下儿子道死, 去世内乱, 公元前650余年晋献公26年夏天, 齐桓公在魁修与各国诸侯举行盛大盟会, 晋献公因生病, 去世了, 还没到魁修, 就遇见了周朝的宰孔, 宰孔说, 齐桓公日以骁横, 不休德政而专行侵略远方, 诸侯心中不平, 您只管不要参加盟会, 他也不能把禁国怎么样, 加上晋献公正在生病, 就返回禁国, 晋献公病情加重, 就对寻熙说, 我把西西作为继承人, 他年龄小, 大臣们不服务, 恐怕会有祸乱, 您能拥立他吗? 寻熙说能, 晋献公说用什么做凭证? 寻熙回答说, 即使您死而复生, 活着的我也不感到有愧, 这就是凭证, 于是晋献公将西西托付给寻熙, 寻熙担任国相, 主持国政, 同年9月, 晋献公去世, 晋献公死后, 朱公子正为晋献大乱, 西西被李克所杀, 寻熙复理离妻妹妹之死卓死, 李克又杀卓死, 盈利公子一无, 是为晋献公, 晋献公继位后逼杀李克, 纯球早期的晋献, 都以晋文少武来勉励自己, 希望晋献人能向晋献侯和晋武功那样胸怀大致, 发奋突强, 建立伟业, 如果说晋献侯的功继在于第一次使晋献发展壮大起来, 那么晋武功的功继, 则在于是分裂近70年的晋国复归统一, 为晋国第二次大发展奠定基础。